他们远渡重洋,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抗击疫情 他们在最危难的时刻,与非洲人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他们经历了什么风险? 他们遭遇了哪些困难? 军旅人生特别节目直面埃波拉 为您亲情长见,敬请关注 讲述军旅故事,分享励志人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人生 2014年3月,埃波拉疫情在几内亚爆发 短短几个月便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迅速蔓延 这是一种人类束手无策的病毒,感染性强,死亡率极高 一时间世界各国谈哀色变 2014年9月,中国政府派出了医疗队赴西非抗击埃波拉 于家平就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解放军地202医院儿科护士长 这是他在抗击非典援助汶川之后的第三次出征 万里之外的非洲病毒肆虐的疫情 在利比里亚六十多个日日夜夜里 他在死亡之城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我是于家平,今年41岁,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地202医院儿科护士长 一同把那个武创病例拿来我看一下 我刚才去查房看了一下这个孩子 人的一生面临无数次选择 如何选择,目标,准则,意义是什么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 1974年,我出生在大连 时刻准备战斗 16岁时,参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4医院的一名战士 从那时起,我踏上了一段又一段风景各异的征途 2003年,萨斯肆虐 2008年,汶川地震 在艰苦危险的筑地 在偏远坍塌的山区 我接受了刻铺灵心的考验 2014年,艾波拉席来 它成为死亡与恐惧的代名词 万里之外的非洲 迅猛侵袭的病毒 我的第三次出征开始了 加油!我们来了!嘿! 从军25年 是不断接受魔力的军旅历程 也是精彩丰富的人生体验 生活充满了选择 选择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就是一次又一次新的出发 我是瑜伽萍 我准备好了 2014年10月3号 瑜伽萍终于可以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 在假期里享受难得的家庭时光 可是她和家人都没有想到 八分钟后 一个电话 会将她指引到万里之外的利比利亚 接到我们院里的电话 这是很急切的电话声音 就说的那个 有任务 就是有紧急任务 去非洲 执行埃波拉 瑜伽萍从街道任务的那一刻起 就开始了告别 没有更多的时间 她以最快的速度交接工作 打理行打 第二天 就奔赴重庆第三军艺大学 开始了集训 集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防护装备的穿托 一定要严丝合缝 不暴露一丝皮肤 这个是我们个人安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2014年11月14号 于佳萍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严格训练 踏上了行程 作为领队 她与同行的救命战友 将直面这场没有硝烟的病毒之战 告别对于她和队友们来说 依然艰难不舍 宣誓人于家平 宣誓人李孟琳 大家也觉得这任务很艰巨 觉得我们能上战场 也是像当时就像英雄似的 披红带绿的就走了 亲人们都哭了 确实是 他们的眼中呢 有敬佩 有崇敬 还有一种联系 反正很复杂 队长说我们给家人敬个军礼吧 我们都是含着眼泪的 给家人敬个军礼 作为军人 这个手指触碰茂眼的这一刻 就是最尊严 他就是一种无声的信任 一种支持 一种安慰 让我们就是走得特别踏实 2014年11月15日 于嘉平和他的医疗救援队 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抵达利比利亚首都蒙罗维亚 他那边是靠近迟到了 天特别热的时候 太阳像大火盆 似的烤着我们 迎面而来的都是 他们那个当地的安检人员 也戴着口罩 一下就感觉到这种 埃伯拉这种氛围 对于于嘉平一行来说 眼前艰苦的环境 就是他们的战场 没有时间休息 卸下20公斤重的杯囊 于嘉平立刻带领战友 投入到了驻地的建设 那时诊疗中心刚刚落成 投入运行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那ETO建筑快接近尾声了 但是它好多的 还有一些细节的工作 像有些设备要检修 好不好用 它也是一个房子在那里 边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特别沉的那种铁床 然后包括更衣棍 治疗棍 台板 小到打好的凳子 还有椅子 全都是我们尖条被扛过去的 一个凳子都得三十多几 我们要把这个凳子 从我们这个生活区 翻到这个治疗区去 医疗区 这个距离估计也得有两里地方 每张床 我们都要重新整理 四个床腿 床板 床头 床垫子 一共近百张床位 白天气温都能达到四个摄氏度 所以你就是说走路你什么都不干 你都会大喊淋漓的 你才去搬东西 体力非常透支 到最后的时候 多想哭的心都有 最想坐在地上哭 觉得真背不动了 等回去再一看 后背 都是压出来的血道的 从白手起家的生活驻地 到配备齐全的诊疗中心 对于于家平来说 没有捷径客奏 这中间只有一家独木桥 那就是坚持 东方仅佑一周的时间 把诊疗中心 所需的建材 医疗设备和500名建筑人员 再立即集结到位 2014年11月25号 经过十天的筹备 用于埃布拉病人救治的诊疗中心 启动运营 于家平出了欣喜 还有一份沉甸甸的期待 所以我们也期待 马上ETU启动了 受病人 我们投入到这个战场 去尽自己一份力量去工作 实际上也是期待的 走进埃布拉病毒 他将经历怎样的考验 面对高危病患 他将如何与死亡赛跑 军女人生正在为你播出 于家平第三次出阵 打理生活区完善诊疗中心 在于家平的带领下 他和他的队友们 用毅力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难的挑战 从一枚螺丝钉到一台医疗设备 都浸满了他们的汗水责任与担当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但在一切就绪的诊疗区域 于家平的内心充满了期待 脚下的土地是他的战场 他做好了应接敌人的准备 埃布拉病毒是目前已知的最致命病毒之一 一到十个病毒量就足以发病 2014年12月5号 一位病人的突然到来 打破了土地的瓶颈 队长记就想就喊我的名字 说到病房来受病人了 他就蹲在我们医院的门口 当时穿了一件棉袄 你知道吗 非洲人穿了一件棉袄 说明他很冷 他有呕吐 非常虚弱 当时可能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内室派颁表已经制定出来 于家平完全可以按着计划 在宿舍内休息 可是面对诊疗中心接受的第一个病人 于家平还是冲了上去 当时于家平护长说 没事我是带队 我来上 我冲上前 我去上 我来治疗这个患者 我来治这个夜班 第一次突破是很难的 那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但是我们家平护长真的是平身而出 他用着他抗击小汤山的那种坚决和精力 他认为他可能是有这个经验 他要去上这个战场 进一次病房 就意味着你走向最危险的边缘 他就是说 坚决就是没让我们俩进去 他就自己抢劫 把那个患者的液体 他给收进去了 经过细心治疗 三天后 ETU收治的第一位病人康复出院 陆陆续续送来的病患 挤满了中国诊疗中心 就像一个前阵阵地似的 当地的传染病病种很多 包括艾滋病 瘧疾这些都有 你当时排除不了 就是确诊不了 是埃布拉还是这些传染病 都要收进来的 为了预防 他们制定了严密的隔离措施 然而 穿着11件防护服 走进40摄氏度的病房 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每次去没有两个小时 是出不来的 你到后期的这口罩里的 你就是不知道是汗水 还是口水 还是鼻涕 基本上这个口罩 通透性已经很差了 你要是再挺到两个小时以上 基本上就和跑完五公里的感觉 是一样的 基本船息都很费劲了 我们曾经做过实验 就是在进去之前 称一次体重 从病发出来再称一次体重 吊着整整两斤 这两斤是什么 就是水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于家平仍然对每一位患者 准确无误的进行高位操作 我们在那儿就是护理一个患者 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 护理二十到三十个患者 在于家平治疗的病人当中 七岁的罗伯特令他终生难忘 2014年圣诞前夕 罗伯特的父母因患埃布拉相继去世 看着一夜之间成为孤儿的孩子 于家平流下了眼泪 当时就看那孩子在走廊走 到那病房趴着冲 再看 再往里看 于家平能做的 就是用尽所有力量 给罗伯特生的希望 除了细心的治疗 他还付出了妈妈一样的关爱 自己手里说 哪怕有一点吃的 或者是在国内带去一点 一省吃点 因为始终没冻的 一点小零食 都会拿进病房送给他 看着罗伯特逐渐康复 于家平的内心 也充满了重生的喜悦 爱成为他击退死亡 点亮生命之火的力量 我们作为医务工作人来说 你对他的语言上的关爱 是吧 治疗上的精心 都体现在这些方面 于家平对患者 他拼尽全力 对战友他温暖呵护 在蔬菜水果高级的情况下 一个小苹果 他也要拿去和所有人分享 那个苹果特别小 这么大 然后真的是用水果刀 一条一条一条地切开 一个苹果分成了五六瓣 每个人吃了一小瓣 我现在都想想 那苹果觉得真甜 那个甜的那滋味忘不了 2015年1月12号 蒙罗维亚的天空 避来如袭 这一天 罗伯特出院了 自诊疗中心开诊以来 中国ATU共接诊病人106例 确诊埃布拉患者5例 其中治愈3例 打胜仗 零感染 于家平和他的战队 完成了任务 他们对我们中国军人 给了很高的评价 就是一看到我们 就是竖起大拇指 一看到我们 就竖起大拇指 我们出国了 我们打了一场胜仗 他就是我们胸前 最闪亮的一个军工长 应该是给我们最大奖赏 最大的荣誉 这是最高兴的一天 来到这儿也是 觉得体现自己价值 体现出来 生命的意义就是出发 爱是治愈一切的力量 如今距离 于家平结束赴利比里亚 抗击埃布拉任务 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回到亲爱的祖国 心中仍然牵挂着万里之外的非洲人民 于家平常常通过微信 与后续救援队联络 关注疫情 关注旧制 那段同战友一起携手度过的六十多个日 也成为他心中一面永远飘扬的旗帜 于家平说 这是他二十五年军旅生涯的第三次出征 他期待着下一次出发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特别节目 直面埃博拉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埃博拉曾经是西非一条美丽河流的名字 现在却成为人人闻之色变的烈性传染病名称 游建平 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瘦弱鱼子 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一百六十四人 防控疫情的重任 军女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游建平 一个都不能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